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机会 未来发展方向等 发明镜在会上发言时表示 越南具备许多成为投资者理想投资目的地的有利条件和优越条件 其中越南拥有热爱和平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 为了进一步夯实这一基础 越南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本 以人为发展的目标 动力和资源 绝不会以牺牲社会进步 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和环境换取单纯的经济增长 推动文化与经济发展 齐头并进 因为文化存 则民族存 发明镜强调 越南政府承诺继续努力营造更多便利 平等 公正 透明客观的投资营商环境 本着建设廉政 行动 为人民和企业服务的政府方针 总理化解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中遇到的困难 范民正强调 后江省具有重要的地缘经济地位 该省应充分利用相关主张和政策带来的机会 将潜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将肯望转化为切实行动 弘扬奋法向上精神等 当天下午 范民正总理出席后 将一号热电厂落成典礼 该热电厂总功率为1200兆瓦 年均发电量为78亿千瓦时 越南国家油气集团为投资业主 是第七号电力规划国家重点项目之一 请观众一起来看 新南国会主席王庭慧 7月16号开展的活动报道 直死纪念越南上残军人 于烈士日75周年之际 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16号 出席了由劳动荣俊与社会部 和议案省联合举行的2022年 组国际公证书办法仪式 王庭慧在仪式上发言时 要求劳动荣俊与社会部 发挥有工者关照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全面有效落实越共中央总书记 关于继续加强党对革命有工者工作 领导力度的指示合法令 密切配合有关机关 提高国家对革命有工者工作管理能力 和管理滞效等 同日中午 王庭慧与中央工作代表团 前往南潭县金莲乡 金莲村国家特殊历史遗迹去 为胡志明主席上向并进线画圈 组访会问一路线一奉向90岁的武装力量英雄 伤残军人段明月 和荣氏89岁的英雄母亲阮氏金莲 各位观众 山罗省边防部队指挥部清康口岸边防哨所 归于马江从上游流进老窝 然后返回越南的重要边境位置 马江湾庭曲折 像一条无尽的丝带 把两岸连接在一起 见证了越老两国 以及山罗省马江县和华潘省爱德县人民 团结友好的深厚情谊 清康口岸边境哨所 目前管理和保护近27公里的边界线 其中包括与老窝接壤的13个戒备 并直接与职能力量协调 维护马江县清康 芒塞两厢的安全秩序 多年来 在山罗省边防部队指挥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 清康口岸边境哨所已经做好边境保护工作 特别是边防对外工作 多年来 清康口岸边防守所 一直与老沃潘省爱德县当局和智能力量保持合作关系 特别在新冠疫情形势复杂的时候 双方仍定去保持协调关系 妥善处理边境相关问题 守望相助共抗疫情 清康淡村口岸 是山罗省马江县和华潘省爱德县边境人民交流关系的两点 来到这里 随处可见两国人民交换货物 走亲房友 清康口岸检查站 一直努力为边境人民快速办理出入境手续 本站已与老沃站协调 为人民过境探亲 交换货物和抗治病等创造便利 我们还想通关人员 加大关于遵守两国法律 做好疫情防控 防止疫情在边境蔓延等的宣传力度 同时定期与老沃淡村检查站进行交流 协调增进团结友谊 清康口岸边防哨所还为爱德县淡村人民做好 抗治病 免费提供药品 抚养孩子上学等工作 可以说 清康口岸边防哨所的工作 为增进军民雨水情深 深化边境地区 预老两国人民的特殊关系 做出应有贡献 这一统计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71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6.4% 其中出口增长17.3% 进口增长15.5% 货物贸易顺差达7.1亿美元 今年6月份 货物出口额约达326.5亿美元 货物出口额约达1859.4亿美元 同品增长17.3% 上半年 28类商品出口额达11亿美元以上 占出口总额达90.6% 5类产品出口额达100亿美元以上 占57.8% 统计总局还指出 6月份货物进出口额约达387 关于上半年 进出口市场 美国是越南最大出口市场 对美国出口额达近559亿美元 中国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 出口额达613亿美元 上半年 越南对欧盟贸易顺差达155亿美元 同比增长39% 对中国贸易逆差350亿美元 增长21.7% 对韩国贸易逆差21亿美元 增长39.5% 对东盟贸易逆差65亿美元 下降10.9% 对日本贸易逆差4.63亿美元 下降39.9% 自古以来 同文岩石高原上的少数民族同胞 已经懂得利用薄荷花来发展养风取蜜的行业 如今 浓稠美味又富有营养的蜂蜜 已经成为河江省的典型农产品 不仅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而且还为消除贫困 改变山区人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 河江省的同文岩石高原 气候十分恶劣 但这里却是野生薄荷花 茂密生长的地方 当地少数民族同胞 已利用这种薄荷花 来发展传统的养风液 过去四年 有一家合作社一直努力 将各农户联系在一起 进行封闭式生产 他们的产品替有可追溯的标签 目前已经销往世界多国的市场 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目标 即不仅要销售产品 还要销售有关 如何制作这些产品的理念 以及岩石高原人的故事 特别 要向消费者宣传 薄荷蜂蜜产品的优质价值 以及该行业 对山区人民生计的重要性 薄荷蜂蜜非常好吃 味道不太甜 清香爽滑 很适合我的口味 回国的时候 我会向更多人推荐 这款薄荷蜂蜜产品 目前同文县有600多个养风单位和个人 1.355个风群 年产量约9000剩 为稳住民生 发扬各地方优势 地方政府以中视并落实多项扶持政策 本县人民委员会计划保护核发展不合化区 为人们保护化区提供资金支持 宣传核动员人们不种植其他经济价值低的庄家 同时指导生产团队按工艺流程 照护不合化和养蜜蜂 为提高这一终点产品的地位和美育度 何江胜为薄荷蜂蜜 树立了品牌和建立地理标志 必要求起或养蜂户必须确保产品质量 如今 薄荷蜂蜜已成为同文岩石高原 四个山区先范的主要农产品 其不仅为人们带来收入 还被确定为何江胜发展流业的产品之一 历史文化丰富的河畔古镇惠安 被旅游网站The Travel 评为外国游客探索越南风土人情的理想目的地 下面是The Travel评选游客到访惠安时不可错过的体验 农历6月初六 来州省决胜房的热义族同胞 又一同举办山神节 节日上丰富多彩的活动 给四面八方游客留下难忘的印象 下面请各位观众跟随本台记者的镜头 来来州省一堪究竟 每逢山神节 来州省热义族同胞 又进森林祭祀山神 祈求人人健康好运 农作物和畜牧良好生长 没有病虫害 家家户户经济发达 温饱幸福 过去一个月我一直在和大家一起排练 为节日最好准备 我很高兴看到现在的年轻人 依然热衷于保留祖先的传统文化 乡亲们都很高兴参加这个节日 无希望政府更加重视 让这些节日得以广泛推荐 九胜不衰 山神节由仪式和节日两个部分组成 仪式部分就是在水源头 去行森林祭祀仪式 共品是一头二十到三十公斤的猪和三到五只鸡 万物繁衍之时进行 随后是社区祭餐 全村人民修建两到三天 节日部分包括热义族的多项民间游戏和赛事 如舍弩 垂死吧比赛 拔河 跳马带 蒙眼打罗 蒙眼抓鸭等 这个节日有助于保护热义人的优良传统文化 通洋民族团结形成和吸引游客 热义族边部来州省八个县市 人口约1.4万人 占全省人口的3.09% 来州市山堂乡 绝圣房是热义族居住最多的地方 山神节是热义族 远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活动 一直世代相传 以追寻本源 传承民族传统 该节日不仅有助于保护和弘扬热义族的优良传统文化 而且还会构建民族大团结 提高基层文化生活质量等做出贡献 这同时也是当地政府向游客广泛推荐西北山区热义族独特文化价值的良机 今天的新闻已经播送完了 谢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谢谢观众的观众 感谢观众的观众